10月份我们该留意哪些重跌 因为现在正要开始10月份的行情 那么10月份的行情到底是往上走呢 还是往下跌呢 几个重要的关键 刚谈到了11长假 所以当然留意一下 11长假之后中概股会怎么表现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虽然路股没有开盘 但是我们可以留意 A57货以及纳达克的金融指数 可以来评估10月8号以后的中概股走势 但10月份最最重要的 其实是10月17号 台积电的法说会 对 台积电的法说会非常重要 昨天尾盘被偷打了43块 那今天一看 马上就多头开始大反扑了 马上就说 现在台积电的市占率是62.2 现在号称说明年的话 台积电的市占率会冲到7成以上 那整个台积电今天就 开始做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 所以法说会应该是释放力多 对 那我们一个人来看 第三季 这个10月17号开法说会 第三季的话本来预估成长7%到10%左右 现在估计一成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就达成目标 那第四季本来预估是要成长5% 这支法说会会把它调高到10% 那为什么会多这个5% 因为苹果的M4的晶片放大 那S8的晶片就iPhone16的晶片也放大 高通跟零发科的晶片 还有Intel的Luna Lake的还有加密货币这个 所以现在你可以发现 3奈米大概有12万的产能的话 满载 5奈米大概有14到15万的产能 也满载 所以现在满载的话 原则上第四季的营收就会成长 这个所谓的10% 好 那整个把它算起来的话 本来今年营收预估是25% 那现在的话变成就30到31% 搞不好有可能到32、33 那现在大概从25%增加到30% 所以目前看起来是不错 那现在重点就是说 今天的消息就是说 四战力第一季的时候 这个台积电的经验代工 四战力是62.2 大概第二季左右 62.2 那未来会冲到70% 为什么呢 明年二奈米全部都台积电接 因为其他都还在那个 尾巴那个车灯的后面看不到 所以明年单单AI晶片的部分 单单Colhouse就增加80几亿美金 好 那Intel的话从68亿 委外订单增加到110亿 就42亿 所以你可以发现 二奈米加上Colhouse 加上Intel 合起来明年的营收 这样就增加200亿以上 200亿美金 所以法术会看起来 一头拉股都是利落 所以这样的话 变成明年的营收不是增长两成 今年成长三成已经底部定高 明年看这样的话成长25% 所以获利就一直往上调 现在已经调高到56块 今年42块 43块左右 明年56块 所以第一个消息是怎样 是市占率可以从62.2 冲到70% 所以今天就反弹 第二个 联发科也有好消息 联发科涨对台积电有利 联发科涨对自己也有利 那两个把股票的话冲上来 怎么说呢 联发科的9400 10月9月要发表 那他比他金人对手高通的这个骁龙8 第四代的话还要早 他这个电晶体的晶片 一般电晶体晶片前一代 大概增加10到12%的电晶体 1,000到32% 他这一次增加32% 而且在所谓的NPU的部分 这个主要是用在边缘运算的 所谓的这个AI运算 他顺利增加40% 所以他比现在A18是iPhone的手机对对 他在GPU的功能 就AI性能的功能 他竟然比iPhone强86% 哇 这么厉害 对 那个分数我不敢拿出来 因为两个差太多 好 那我们看他跟高通 干嘛不敢拿出来 两个差太多 那是我们的骄傲 天玑9400呢 想不到竟然他的GPU性能超越A18 而且还击败M4 这个是用在PC哦 手机的机然比PC还强 照常PC要比较强 是 他这个机然比PC还强 而且重点 能不能联发科今天大涨 对对 因为旗舰机 以前联发科工人都输给高通 这以前都是这样 照机的时候 联发科的旗舰机是 高通中间的水准 现在你看一下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我们一起来跑分 一起来跑分 天玑9400跑344万分 那我刚才没有拿出来 344 9366 苹果是181万分 所以说现在344万分 这是天玑9400 好 那我们可以发现高通 这最新的嘛 Sharon 8第四代 3133570 313分 赢了 赢了 所以他这次电晶体多30% 而且MPU算力增加40% 这个太高 好 那你说这是安兔兔 那GIGPANGE呢 GIGPANGE单核心虽然有点输 但是大家都用多核心嘛 是 多核心它11739 1068 1068 也是赢啊 所以我还是赢你啊 所以我们回到上页的部分 也就是说 这次联发哥 这个9400 天玑9400 很厉害 太厉害 所以它马上涨价 涨20% 那为什么会涨20% 因为发现 Vivo订单来了 OPPO订单来了 小米的订单来了 全部都下给天玑9400 那因为这次 这个所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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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苹果的iPhone 因为它没有 它英文版 它没有中文版 但是我现在如果用AI 我要中文版 我就演绎 我只会 I want to eat apple 你英文那么差的人 没办法用苹果的 Apple Intelligence 我只好用联发哥 联发哥 它的大型的语言的话 在华人地区非常吃香 苹果有30亿个 所谓的参数 它是130亿个参数 所以在华人的领域里面 它几百确实GPT 因Google 所以变成说 华人的地区都是用它的 那过去三星 它用的晶片是自己 有XNOS 还有用高通的 但是它 现在也要用联发哥 XNOS的话 就是散热有问题 量力都很低 那用自己的成本那么高 它如果 它现在中低阶 都是用联发哥 它现在高阶 也要用联发哥的9400 因为成本可以减实 8.1 连三星的旗舰机 一年3500万辆 4000万辆的市场的话 客人也会来给 这个所谓的联发哥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谈到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的利多 很多是来自于它的客户 比如说NVIDIA爆单 台积电就受贿 那我们刚刚谈到台积电 10月17号法说 应该没有悬念 就是利多 第二个 它的客户 联发哥现在不得了了 那但是它最大的客户 仍然是NVIDIA和苹果 那苹果呢 好 那现在 因为你刚刚说跑分 苹果输很多 我就有点担心 我是一则一喜 一则一忧 因为联发哥是它的客户 跑分很好 我替它高兴 问题是苹果 也是台积电的客户 跑分不好 我怎么还得 那其实苹果它最大的特性 有一个重点的话是 它有14亿的果粉 有一个人很习惯用苹果了 所以它再怎么换 它就是有固定的一个换机槽 就是果粉来换机槽 它也基本咖 那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卖得不是很好 但是最近的话 小摩 他说iPhone16 在第三周的时候 忽然间在美国 它的交货时间是15.2 上个礼拜我们拿是42天 一下缩减了 因为怎样 10月份Apple Intelligence 要出来了 所以时间快到了 可以有英文版的AI的 赶快缩减了 那个买器忽然间 就往上冲了很快 那去年iPhone15 在美国是25.7天 那现在iPhone16的话 最近第三周冲到15.2 就整个买器都起来了 所以一般估计的话 还是有63%的话 会有计划 会有计划 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去实现 但是一般来讲 那是后面的一个买盘的情况 好 所以就是说iPhone16 卖得好不好很关键 我刚刚对于提醒 10月份有很多大事 还包括苹果当然要来看 iPhone16的销售数字 同时我们提醒观众朋友 他10月份要推新的 M4的Mac笔电 又要推新产品 这也是10月份非常重要的重头戏 不过说到苹果iPhone16 现在到底卖得好不好 真的有点母沙沙 会渐入加进 会渐入加进 不过我们看股价 其实我觉得最敏感的就是股价 因为有人说不好 有人说好 股价总是最客观的答案 我告诉大家 请注意 现在科技七季头 股价最强的是谁 苹果 苹果昨天涨了2% 所以股价告诉我们 它卖得不错 对 那它在7月的时候 盘中最高 它大约是237美金 收盘是234 昨天收在233 等于距离收盘的历史新高 只有1块钱美金 1块钱美金什么概念 0.4% 一下就创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 9月10号的时候 是 不是iPhone16花表 就国民企业立刻就写出一份报告 第一周的预购量 比iPhone15还少了差不多13% 就很多的类似报告就出来 卖不好卖不好 对 开催的很多 有 就这一个 这个跌 苹果在那一个花表之后 跌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缺口 弱弱 诶 静悄悄现在 经过 渐入佳境 已经来到 接近历史的高点 所以这一段的话 已经告诉我们 它会慢慢的销售 现在会不会有一大堆的报告 又说它卖得不错了 我告诉你 真的会这样 分析师 见风转舵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从昨天开始 报告不一样了 写法都不一样 这一份报告 也是丁明大名的美国银行 你看标题是 苹果透过智慧的Siri 实现了巨额的收益 它的逻辑是这样 因为这个月的话 这个Apple Intelligence 就要上线了 先从美国版的iPhone开始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Siri 以后Siri就变身 虚拟的助手 比如说 我告诉虚拟 我要去哪里 你帮我叫车 我要去哪里 到哪个地方 餐厅怎么样 你帮我推荐餐厅 你不晓得 你叫Siri 做这一些AI的服务 背后都是钱 他们说 比如说你要叫车 Siri会优先推荐什么 推荐户钱给苹果比较多的 那一家公司 不是 不是趁在消费者的立场说 比较方便的 或者是比较便宜的 是一家比较多 比如说Uber Uber假如给苹果比较多的 叫车会 他就推荐Uber 一定推荐Uber 所以我讲这个观念 这个美银 讲这个Siri 我告诉大家 以后全世界人都用 iPhone 16的Siri 再做一些AI的这些服务 你不晓得 你每次叫Siri 库克就要爽 库克就钱就进来 所以Siri不是给我们收钱 是跟厂商收 对不对 对 跟Uber收 跟其他的厂商收 所以支付最多的公司 作为首选 所以这样的话 估计2026年的话 会带来30亿美金 10年的话 居然是一个天文 是不是 500亿 我问观众 你现在哪一家 这个品牌 消费电子的品牌 有办法赚那么多 透过AI AI有的出来 最做民主的 说我公司很厉害 我有AI so hot 你又没有增加现金流 这个苹果就会增加 你看 所以你看 美银这个报告出来以后 风向 就开始改变了 然后这个月 Apple Intexus出来以后 我相信华尔街投行的分析师 一篇篇报告就出来 都会类似这样子 那我们看股票 那苹概股怎么选 其实苹概股 我觉得光辉10月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 因为苹果股价 要快创历史新高 苹概不可能 这个按兵不动 但是台湾同志人 就是被吓坏 没信心 今天只有一支 在上厨而已 只有大力光 好 我们来看3.08 大力光是因为上坡 被郭敏锡吓坏了 就点了20% 点了很凶 在这个地方 足底 那今天有点的这个动 但是量还是不太够 今天涨了差不多有3% 所以你看 我们都没信心 然后正告诉大家 反正利多在一个地方 大家刚开始不相信 就像上个礼拜 你不相信路股会涨 那股票后面就会涨得更凶 可能涨幅更为领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